朝鲜的前世今生 朝鲜和中国东北一一带水 可以说朝鲜从诞生的那天开始 就和整个华夏民族有着切不断的关系 虽然朝鲜逐渐废除了汉字 并有选择性的遗忘了一些过去 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国的史料中 寻找一下朝鲜的前世今生 中国商朝最后一任帝王叫帝心 就是人们常说的昼王 昼王能文能武到处扩张 最后把东义和中原统一起来 在祁山有个部落叫周 属于商的辅属国 后来周的部落首长轮到了纪发 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纪发是个很有理想的青年 他发现商朝国内兵力空虚 就决定去抢人抢地盘 昼王的大部分军队在边疆 兵力不够 为了鼓舞士气 昼王决定御驾竞争 偏偏这个时候 昼王有个作死的叔叔叫笔干 在两军面前劝昼王退兵 昼王发飙了 当众斩了笔干 后来周朝乌献显昼王 说笔干遭打击设计 被昼王挖了心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昼王还有一个叔叔叫姬子 姬子和笔干一样 喜欢一老卖老 看不惯昼王 多次骚扰昼王 说什么勤政啊 节俭呀 昼王虽然不像后世所说的那么残暴 可也不是什么善类 就把姬子关了起来 姬子这下懵了 立刻劈头散发 装疯卖杀 周王以为他真疯了 于是这老华头就保住了性命 商朝灭亡后 姬子就趁乱逃往姬山 就是现在山西的齐子山 姬子毕竟是商朝名流 颇有威望 周五王就去请姬子出山 帮他管理国家 自己的家园被人抢了 还要替强盗看家护院 作为一个很有品味的人 姬子拒绝了吴王 可姬子是个很小心的人 他担心吴王再来 就迅速带领弟子 和一批商朝的姨老姨少 离开季山 从娇州湾渡海 公元前1120年 姬子来到了现在的朝鲜 建立了姬氏侯国 史书上也称他为姬子朝鲜 他的都城就在大同江流域 也就是现在平壤一代 不久周五王知道姬子跑了 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分封姬子做朝鲜的国君 后来姬子回到中原 朝拜周朝老大 写了著名的麦秀歌 当年姬子来朝鲜的时候 带来了懂诗书 礼乐 医药 阴阳 巫术的知识分子和擅长各种技艺的能工巧匠 他们把中原文明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 教化臣民 从而使古朝鲜开始追随中原习俗 朝鲜平壤 牡丹峰曾经有一处姬子陵 姬子陵也受到朝鲜半岛上历代王朝的祭奠和修缮 1959年春 为了建设牡丹峰青年公园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下令毁掉了姬子陵 我们知道中国的周朝是分封制国家 随着诸侯国势力不断膨胀 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时代的燕国有个很有名的将领叫秦开 当然秦开的孙子在后世更有名了 就是荆轲刺杀秦始皇时 带的那个脱油瓶秦武阳 大约公元前三百年 燕昭王派秦开灭了东吴朝鲜 于是朝鲜成了燕国的领土 战国后期 秦国出了个牛人叫嬴政 一举灭了六国 燕国也不能幸免 这时候姬子朝鲜 变成了辽东郡以外的边界国家 秦朝末年 曾经的小流氓刘邦 打败了楚霸王 建立了汉朝 燕国有个贵族叫魏满 他不想归属大汉 于是带领一千多名小弟 投奔朝鲜 朝鲜王基准 对魏满还不错 又是封关 又是次帝 希望通过魏满来替他守护西部边境 可魏满也是个有意想 有报复的人 他利用封地 招应汉人明明 极具力量 公元前194年 魏满忽悠吉准 说 汉朝大军要来了 打算回都城保护老大 吉准很是感动 立马答应了 于是魏满带着军队来到都城 王建成 就是现在的平壤 然后杀进王公 自己翻身做了老大 国号还是朝鲜 历史上把他叫做魏满朝鲜 再说 基准被打败后 带人跑路到朝鲜半岛南部的马韩地区 建立政权 自称为韩王 可以说 基准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既是基子朝鲜的末代君王 又是马韩的开国君王 那么 魏满朝鲜又如何发展 当他遇上霸气四射的汉武帝 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下回分解